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迪,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大温地产局出炉的这个最新的地产销售报告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呢,就是说大温地产房屋销售恢复到历史的那个典型的水平 在2019年上半年呢,这个较为平静的这个销售情况呢,那在11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购房者的这个成交率已经是回到了以往温哥华比较典型的一个平稳的,怎么讲,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报告具体的内容 那大温哥华地产局的报告称2019年11月的住宅销售总额为2498套 比2018年11月的1608套的销售呢,是增长了55.3% 那比上个月呢,售出的2858套房屋呢,那是下降了12.6% 那2019年11月的总体的销售额呢,是比这10年兼11月的平均水平呢,是高出了4% 那大温哥华地产局的主席,Ashley Smith呢,就表示说,其实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购房者的信心 这一个趋势呢,其实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呢,是这几个月,房屋的挂牌量是否能够维持这个购房者的需要 那2019年11月呢,在大温哥华的那个MLS系统上面,新挂牌出售的独立屋,城市屋,双屏屋或者这个公寓啊,一共是有2987套 那与去年11月上市的3461套房屋相比呢,是下降了13.7% 那相较于2019年10月上市的4074套房屋呢,是下降了26.7% 这个也是深游体会了,最近让客户在找房子的过程中也是发现,挂牌出来卖的房子呢,是非常的少 然后,好的房子,价钱合适的,基本上你挂出来几天,然后一下就卖掉了 对,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报告 目前在大温哥华的MLS系统上,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1770套 那与去年11月12307套相比呢,是下降了12.5% 那与2019年10月上个月的12236套呢,相比是下降了12% 那对于所有房地产的类型,2019年11月的挂售比呢,是23.2% 那其中独立屋的比例为17.2% 那连牌别墅的比例为24.9% 那公寓则为29.3% 那通常来说,就是当这个挂售比呢,是下降至12%以下的时候 就会对房价造成下行的压力 而这几个月内呢,超过20%的时候呢,那房价往往会面临上涨的压力 那我们前几个月的那个报告也看了 其实这个挂售比,除了独立屋以外哈,这个挂售比呢 已经维持在20%以上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所以现在,之前可能大家会想要捡漏 就想要说能不能捡到便宜的房子 那现在的机会可能就会少一些了 那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图表 这个是11月份大温地区,温哥华西区,南本纳比 还有列治文的公寓的一个挂售比 那那个South Bernabe的公寓的挂售比呢 其实已经达到了35% 那是非常明显的是进入了这个卖房的市场了 OK,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报告 地产局的主席Smith还有说到 在现在这个市场上,购房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房子的地理位置 房子的类型还有价格 为了更好的了解您所在的社区和房地产的类型的变化趋势 你是需要和您的这个房地产经济紧密的合作 那目前大温哥华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的房屋 中和基准价格呢是993,700加元 那与去年11月相比呢是下降了4.6% 那跟过去六个月中下降了是1.3% 那最后我们再分别看一下独立屋,城市屋 还有公寓在11月的成交量和他们基准价格的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独立屋 2019年11月独立屋销售呢是达到了825套 那比2018年11月的记录 516套独立屋的销售呢是增长了59.9% 接近60% 那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415400加元 那这比去年11月呢是减少了5.8% 那比过去六个月呢是减少了0.5% 那比上一个月呢是增加了0.3% 那再看看公寓 2019年11月公寓住宅的销售呢是达到了1222套 那与2018年11月的810套销售相比呢是增长了50.9% 公寓住宅的基准价格为651500加元 那与去年的11月相比呢是下降了3.8% 那与过去六个月相比呢是下降了1.9% 那与2019年10月上个月相比呢是下降了0.2% 那在最后看一下城市屋 2019年11月的城市屋销售总数呢是为451套 那与2018年11月的282套呢的销售相比呢是增长了59.9% 一样哈跟独立屋也是接近这个60% 那城市屋的基准价格呢是772,800加元 那这跟去年的11月是相比呢是减少了4.4% 那与过去的六个月相比呢是减少了0.8% 那跟今年的10月上个月相比呢是增加了0.2% OK那这一期视频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视频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一下视频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期见吧 拜拜